這個題目叫做5G Broadcast 其實就是配合5G是歐洲廣電聯盟去3GPPT的一個 結果大家沒有SIM卡也可以隨時接收到資訊 它基本上是把無線電視的模式帶到手機上去 它把這東西做進了5G的標準 所以這個因為全世界每一個國家每個地區 它的那個電視的標準不一樣 但是這個模式是大致差不多的 所以歐洲有歐洲的那個... 因為它是歐...台灣基本上走的是歐規 那另外美國有美國的那個標準 美國是走ATXC 那ATXC走到新一代的那個標準 就是3.0的標準的時候 它原則上已經是採取了歐規的技術規範 所以其實這兩個是大概八九不離十字 就在匯流中快要匯流完了 對...一樣的東西 那他們都發展同樣的想法 就是怎麼樣把無線電視融合到5G的情境以內 那美國的做法比較不一樣 因為美國的那個產業生態 它是社區電台 它的每一個電視台都是社區電台 那它是負平網 那歐洲是國家型的公共電視系統 所以它是單平網 所以這兩個地區它的那個網路的架構是不太一樣 可是它一個原則大概就是電視要形成一個網 所以美國它是把負平網形成一個核心網 就是 Broadcaster Core Network 那這個東西怎麼做呢 就是它 Broadcaster 還是有它自己的本業要做 那他們就用一種叫做 Layer Division Multiplexing的方式 切一層出來 那這一層呢 是專門針對Mobile的那個Reception 那去重新再去做編組 然後它把這一層的東西把它連接起來 變成一個Code Net 那這個Code Net Look它的整個架構 有點學那個古蹟Code Net Look的那個架構的方式 就蠻像的 那這兩個Code Net Look就可以連接起來 然後針對行動去做那個巡航的發射 那事實上這個 Broadcaster 在歐洲來講 向來都是Telecom的一部分 所以ITU裡面它有一個刺激組織 EPU 所以除了像早期向共產國家 我們是把像廣電總局新聞局 我們是把廣電拉出來 因為那個是一個思想的Propagating 那事實上在工程裡面呢 Broadcasting也是那個Telecom的一環 是Telecom生態圈的一環 不一定是個別Telecom公司的一環了 了解 所以他們的那個數位的技術呢 其實來源都一樣 如果你要能行動 一定走的都是那個 那個行動的那個技術 所以到了5G的話 兩邊就走得更像 那到了這個階段的時候呢 無線電視它也可以加入到5G的這整個環境裡面 那我們台灣是從第一代的數位化之後呢 就把這個事情給放棄了 就變成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動的 對對對 我們大概有十來年完全不動的 完全不同的發展方向 對 我們這邊都用UniCast去模擬 對對對 我們完全不動的 可是這個東西在國外還是 這十年來的發展 有蠻長組的性 那我們是覺得 是時候應該要再回來了 為什麼 現在大家用UniCast 用UniCast看直播 公司直播有什麼問題嗎 或者那個公司的 整本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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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的成本 誰的成本 不管 因為這個 林寬目前是由使用者付費 對 可是Procaster 它是一個 公益性質的 是免費的東西 那這兩個它的架構 不太一樣 它的針對性也不同 可是我們這邊是469和499 吃到飽啊 那你是說這個都太貴了嗎 這個都太貴了 這個都太貴了 對 我只是先確認一下 而且那個是有資源上的限制 是 那Procaster它是一對多到不可身處 就是說 你甚至連你的接受群眾在哪裡都不知道 我理解啊 就是靠面上地震防災啊 或軟體更新啊 總是PSA形狀的東西 這沒問題啊 就是因為5G頻寬很寬 好像不可能隨時都有這種PSA形狀的東西 5G它還有一些 其實兩邊各有優劣 那5G它是越做越小 它的風質感越做越小 那Procaster的是越做越大 我知道 因為一次要碰到很多人 對 這兩個是可以互補的 但我理解說上面到底搭載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PSA形狀的東西 它可能沒有辦法saturate 這麼多的頻繁嘛 所以勢必就是要有 好比像說更多的 有公共意義的影音節目啊 等等的情況 就是你得增加這邊的content量 到至少一般人平常看YouTube或Facebook的那個量 這個才warrant這個啊 那不然我如果一個月只看他們一次公司的話 或者是指定公司的一個節目的話 感覺上這邊雖然貴好像也沒有特別貴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知道 所以這個不是說你每一個人 你在使用你的頻寬的問題 而是說當這個量起來的時候 事實上那個你要投資很多的 你把Track去建置那個5G的網路 對 事實上它那個成本是相對的高 當然啊 當然 而且是高非常的多 對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這個概念它 是因為我們講社會創新嘛 就是是有公益性的事情 希望大家花更多時間去 我並不是說這個 你剛剛的成本分析不對 我只是說這個成本分析有個條件 就是說我看unicast的這些東西 跟我看broadcast的這些東西 我在我作為一個一般閱聽者 日常生活上 我這個比例要高到一個程度 你剛剛說的說這邊的infrastructure很貴 這邊比較便宜 才會make sense 因為我這邊才真的在用嘛 對 那如果這個的使用程度 並沒有到那麼高的時候 那我們當然可以說 對這個真的是單位成本比較低 但是因為需求量沒有在哪裡 所以成本比較低也 感覺上不太需要投資 對 那另外一層意義就是說 無線電視這個產業要不要放棄 對啊 而且重點是說 如果它要轉型 是轉型成比較像無線電視的樣子 還是所有人都unicast去了 它不是轉到unicast 而是在unicast上面去架構一層broadcast 你說這個嘛 對對對 但我講的是說 好比像是我們現在去透過 像最近不是什麼clubhouse嗎 其實clubhouse真正來講也是一種radio 但是它不是用broadcast或multicast的技術 它就是用一大堆unicast 對 它是類似一種subscription的multicast 對 那因為它連傳輸加密都沒有 對對對 所以就是說從資安的角度來分析的話 基本上跟broadcast並沒有什麼兩樣 沒錯 對 像這種東西就是由這個choke point來控制 就是clubhouse這家公司 去控制整個路由啊 這個誰能夠進來啊 是不是只有iPhone才能夠用啊等等 那如果是由你們所提倡這個架構的話 基本上誰也不能阻止誰聽嗎 沒錯 所以那個podcast它是一個visit model 就是架構在那個point to point 對 對對對 那這個呢是完全是自帶自備便當啊 自帶便當來加入 沒有聽懂 什麼叫自帶便當 它是那個無線電視的資源 它的兵補它的塔台 對 你的意思說硬體已經有了 對對對 那我們現在是說這個東西要不要放棄掉 我聽懂了 那既然想要讓無線電視再往下走的話 就給它一條新的路 OK 這樣聽得懂 就是說不要把它當沉默成本 當做一個投資啦 當做往未來一種新的可能的應用的投資 這樣我大概了解 謝謝 那無線電視它一直面臨到一個 像有線網路上的challenge 因為有線的頻譜比它多很多 上面的頻道資源也多很多 所以無線電視台呢 一直在回收全世界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像歐洲EPU他們也很緊張啊 想辦法去找一條新的發展 大概了解 我們有要go through 簡報嗎 還是 如果你都了解的話 其實我們這些說話大概已經知道了 概念上大概已經了解了 OK 我對於這邊講的一些場景 不是很明白說 食物上面是不是真的有人在用 好比像說這個沉浸式廣播好了 我猜它的意思是說 它無論如何就把全部的所有角度的訊息廣播出去 那我帶VR裝置我一直只能看一個角度嘛 所以我要在我的中端 換這邊去解碼 然後只取我看的那個角度的出來 這樣子 那這個的問題就是說 它使用的頻寬非常的大 是是是 它不只是4K或者是8K的問題 而是你到了這個情境的時候 你四周所有的那個圖像 通通要到位 對啊 要同步 不然的話你會明確 對啊 就是你轉個頭 結果那畫面可能完兩秒鐘過來 這畫面經驗 滿豐富的 所以這個 這個勢必要靠 Procaster比較近期有效 但是這個的前提就是說 它的互動還是要在 忘記網路那一層嘛 對對對 我如果講個話 我如果舉個手 那不可能就是反過來 所以 它還是需要有一個雙向的一個回傳 那這個部分就是這兩個網路要能夠搭配 OK 所以是形成一種iPhone包 那 好比像說 我們現在任何人手機就開個直播了嘛 對 那未來就是這種直播 理論上是從 因為我的手機不可能是一個大的 就是電線塔台嘛 對 所以我的手機只是你的 對嘛 你的截取與裝置 那所以如果現在我們說 那我現在要去 好比像說獨木舟環島 然後我想要在上面 讓大家帶 帶著大家一起環島 那就如同你說的獨木舟 一直顛簸 搖晃什麼東西 所以如果你要非常完整的 broadcast 出來的話 完全靠 point to point 其實不那麼穩 latency 可能也有十塊十賣 這個好用的地方 對 比如說遊戲的主播 對啦 比如這邊打遊戲 你的那個畫面 就可以透過這個東西去 嗯嗯嗯 去送 而且行動的吧 所以大家不見得要在家裡面 你在整個室外或者是 任何場景裡面 只要設的到這個 對嘛 broadcast 的訊號 對 所以我的串流就不再是 往像那個 CDN 就是 YouTube 等等 我就只往這個塔台一個地方 我們想盡辦法把它弄壞 那可能用這個 定向傳輸什麼的方法 那這樣子你一收到之後 你就幫我增幅嘛 就變成 broadcast 的狀態 對那這個場景有人真的用了嗎 現在有在測 嗯哼 那像 UK 或者是 德國 他們也在測 OK 測這種 這種朋友 那 他們是主要是針對那個 那個現場轉過 比如說球賽 對 現場轉過 讓你去做沉浸式的那個 對啊 因為球賽的話就會非常的有說服力 對 對 那我們在 VR 裡面之前看球賽都沒有互動可言的 一定都是 對 一定是平面的 對 那或者是 它有高解析度 但是我得是前一個晚上先下載下來 然後那下載完之後我再慢慢來看 可是那樣子就跟球賽正在發生的那個 即時感覺完全 完全不一樣 對 因為我們會實際去球場加油 當然是希望我 我大喊一句 我真的能夠讓他表現更好 對不對 如果是事後 就沒有這個意義 所以 所以他們在測的東西 從那個 無機 in content production 對 就是說 我們現在你要轉過一個 一個球賽或者轉過一個演大會 你要開 SNG車 OV車 然後 大隊人馬過去 對 那未來這些都不需要了 因為5G嘛 你每一個CAMERA上面有一個5G的SIM卡 就是一組記者 然後你要幾個CAMERA 開出去 你的主控台保留在電台裡面 不用出去 你不用開什麼SNG車出去 就是5G的網路就可以把整個production 整個大班都搬回到台內去製作 然後現場轉播 然後透過這個5G ROARCASTER 你戴上頭盔 或者是用什麼方式 OK 就可以 你就能現場 進到那個球場 謝謝 那現在假設你是一個無線 就是電視台在台灣 你想要開始測試這個 難道犯法嗎 還是 其實不犯法 要修 要修嗎 對 我們現在的五廣法 是不准做這個事 哦 五廣沒有這個業務 對對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匯流二法 對 沒有別的匯流法 沒有 就是我們的五廣法 還是民國65年的那個技術 有很多東西要修 包括這些資訊的提供 這個都不准 嗯嗯嗯 那如果是從五廣法的角度來看 是修好了 還是就跟之前匯流五法的架構就打掉算了 OK 因為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對 它已經是非線性的一個支部 是啊 那五廣法變成這種非線性支部 感覺上就是 數位通傳法的那個範圍 要改 對嗎 這個要改 那現有的那個 而且是要把電信通通 要改 現有的那個通傳法早安夠用嗎 不太夠用 因為它還是舊的概念 啊 OK 那你們有一個版本嗎 沒有 我們是希望這個有機會 藉著實驗去驗證 然後去寫一個新的版本 你還是要有一個實際的那個 那個系統 然後針對這個東西去討論一下我們的地方 所以你覺得 次序應該是先做一個最小可行方案的設施 對對對 大概我們是計畫分三層次的測試嘛 先把技術的那個 我們現在要確定我們要用哪一套技術當中 中美或走歐會或走哪一個系統 對 這都確定了以後 我們再做一次那個整個應用跟網路的整合 對 然後再來就是商門的測試 對 你要有配置模式 你才有可行性 對 要有人願意認揚 願意去經營這個東西嗎 對 因為這個大場域物聯網或緊急災害 這個感覺上都沒有辦法saturate這個頻寬 對 對 尤其是像這種緊急災害 它只是通知發生什麼事情 說不定用鄰居 就是NVIOT LORA SIGFOX 就已經可以做完了 那這個時候就不是一個很好的場景 但是因為它有很多用途 包括像車聯網 對 對 整聯網上面它有 它主要是車上New Entertainment 嗯 那也有這些圖資 這些資訊 道路資訊 跟未來的一些V2X的建構 可是V2X為什麼是用廣播做呢 它有一部分用廣播 就是大家都一樣的部分 對 對 可是因為它不像球賽 它並不會即時更改 即時更改是少數嘛 就是道路交通 就是道路交通情況 可是那個頻寬很少啊 不多 對 那這樣 again 就是說 因為你們這個重點是所有人都要看 但是即時很重要 但是頻寬很大 對 東一點西一點 對 事實上無線電池的頻寬也不那麼多 嗯 而且它還有本業 它自己要做它的資訊 哦 你說Multiplex 也不一定分那麼多出來 沒錯 哦 到底要分多少出來 我就看 哦 OK 看你的市場 你要多少 想辦法分 然後這個我們就希望能測 測過以後來決定我們的系統會合 總共有多少 台灣是6MHz的頻寬 是跟著美國走 對 那這時候看你的那個 Modulation的技術 嗯 台灣目前我們大概是64礦 對 64礦其實非常非常低 非常低接 對啊 嗯 那美國大概可以做到512礦到109 109 109 了解 1020 嗯 那日本是希望推到4096礦 OK 對 109個就可以sign 8K的節目進去 那個頻寬就夠了 所以差不多就是最好的情況 也只是幾個同時播的8K節目 嗯 對 嗯 OK 那 那網路的部分 我們也希望綜合歐洲的單品網 和美國的負評網 嗯 因為台灣有單品網 但是是6套單品網 OK 那如果把6套單品網去複合起來 事實上就等於是有單品網 然後有負評網 所以整個網路的COVID-19 我有一部分要採用美國的系統 那我們也希望這個機會 我們就直接引用美國的系統 理解了 嗯 不過我覺得你剛剛講到兩個很好的點 一個是說它並不是 我們在用的時候 我們不會覺得我們只是在收廣播 因為另外一端的 就是互動的部分 還是用這個Public Internet在走 我們只是突然覺得說畫質變好了 從那個終端的角度來看就是這樣而已 變流暢 就變流暢了 那但是這個流暢度 也要看這個終端跟不跟得上 它比方說我現在隨便一台5G手機 如果你CPU或是CPU不夠的話 那當然也就是它Bottleneck 對 那會不知道我現在隨便一台5G手機 我需要加裝收你的無線那個 如果將來定入規格的時候 的radio 那個終端就會有 對嘛 我這個還是前面的那個release 因為這個還沒有到真的release 所以這個chip 它不可能韌體改就好 它硬體也得改 對不對 有一種做法 那就是說你弄一個小盒子 對 它是收Procaster 然後它轉成Wi-Fi 對 Wi-Fi在進到裡面搜尋 我理解啊 我理解啊 那早期的VR也都是這麼做的 對 那但是 就是那個adoption rate就很低 大家都喜歡一起集嘛 對 那這個東西要有 有賴於這個標準 大概今年底或明年初確定 確定 確定在晶片上看有沒有做 那我們也去找了聯發科 嗯 他們也有興趣在看這事情 那當然有興趣 因為全世界任何地方 只要開播 他們就可以 就可以賣設備 因為聯發科 它有5G的系統 晶片 另外它 它併了一家Monystar 對 Monystar已經有這個技術 噢 它現在是說要不要把它整在一起 對 它不只是測試它想要的話 隨時可以相轉 OK 所以我們在測試的時候 有邀請他們進來 好 好 這樣我了解了 所以聽起來就是 還沒有那麼快修法 對不對 要先等測試場域 跟演算法 變成Sender 一方面 拉比說要修法 修法可能要做一些研究案 嗯 那我們就跟著測試 做這個修法的研究案 嗯嗯嗯 要閉寫 OK 後面我們提供了一些歐洲的伯伯手 跟美國的提案 嗯 這檔案給你 好 對 我覺得還是要慎選 一開始測試的場景 沒錯 對 那一方面是 呃 剛剛講到當然鄰居那邊就不講了 但是 另外一方面就是 呃 近地軌道啊 這個Beyond 5G那邊 呃 也有他們最喜歡的場景嘛 就是共同在場那個場景嘛 對 那你們這個當然也不可能 完全實現共同在場 因為它畢竟是 比較單向的東西 對 對 所以就是說你還是要找那種 呃 不是全全向度的共同在場 而是某個場 大家 特別想要 呃 有在那邊的感覺 在那邊的人 人未必很希望 呵呵 跟外面的人在同樣的地方 呃 的一種比較類似Club Goods 的那種感覺啦 對 那那當然運動賽事可能是最像的 打到一個運動賽事 對 或者是演唱會的 對 對對對 想到一個遊戲玩家的那個 個人的 個人的主播 也可以在上面 遊戲玩家個人的主播 畫面平面的 聽他那邊的 他也在那邊講 嗯 那如果有這個的配合的話 嗯 事實上 他看到什麼 他感受到什麼 嗯 也可以後開始出來 對啦 但是 呃 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的頻寬 有限啦 因為我就算我打遊戲好了 那我最多就是一個 一條 好一點的HDMI線 到我的 終端 這個跟運動賽事 我轉不同的地方 看到完全不同 我還可以 對 做空間移動 是不一樣的嘛 對 那在單一遊戲玩家的情況 說不定 Point to point 也沒有那麼 不順 對 那所以我說要慎選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 畢竟最後要修法 那 而且這個 想必一開始都是說 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 因為大家都得 都得付錢嘛 對 那所以這種場景 又是公共利益目的 其實是有一點點 至少在一開始 對 所以這個一開始的 narrow的場景 如果選到好的話 我覺得才比較有機會 去推動法律的修正 那如果一開始選一些 突然間有人冒出來說 沒有啦 我用現成的也可以做到一樣 那這個就 那個必要性就喪失了 沒錯 現成的事可以做 對啊 只是說 多貴的問題 對 那比較貴 然後我們現在現有 這邊有資源 要不要用 理解 聽懂 好 這真的 真的有點難 尤其是中端的chip的更新 有一點基深淡淡的更新 沒錯 那我們希望藉著實驗 慢慢一望上來 好 很棒 謝謝 我大概聽懂 看有沒有要補充的 OK 那你也要去 可以自拍的 是 老子希望你這邊 因為我們這個 每個部會 我已經去過網路了 那可能一個一個部會 要去拜訪 OK 那我們這個會 會公佈在網路上 所以有空也都會有看到 那 這個要 要酷個這段子 是蠻辛苦的 因為 這個概念很多人 並不清楚 不過 賽事 真的還不錯 因為當時那個 我們職棒開打的時候 全世界都想看 對 那他們也不可能過來看 所以 如果當時 就有這個場景的話 那就是說 因為理論上 Backbone之間的通訊 是很少的 所以如果全世界 都有5G broadcast 在當時 就是職棒開打的時候 那真的大家都跑去職棒球場 但是當時沒有 所以 就是大家還是 就是有點隔著一層 那種感覺 那但是 當然現在我們 疫情就是 已經解封到 實際進球場 也沒有關係的程度 所以那個moment又過去了 但是 我是覺得 如果你 往職業賽事這邊走的話 大家還是會記得 當時那個狀態 我覺得那樣說服 有一點說服力 對 當然如果有一個實驗 或是一個 驗證的話 會比較容易說服 那這個要形成 也 就是 先有其他先有蛋的問題 但是我剛才問說 是不是在 好不像你說 英國已經有某個實驗場面 他們在做 只是用 simulation 用一個 notebook 在做 啊 那 只是 驗測那個概念 可行性 對 然後慢慢一次一次 當 開始有終端的手錄線 什麼的 嗯 就是 系統 那個設備 越來越多 OK 我理解 就是說可能用 新的快的 Wi-Fi 先 simulate 一下 對 那我們 我們這邊這樣做 應該就不違法了吧 Wi-Fi 6 這個一定是合法的 對 測試都沒有 對啊 所以就是你隨便 想一個場景 然後用 Wi-Fi 就是新的 Wi-Fi 模擬一下 應該就很容易 那因為這裡面 涉及到很多 部會 像內容 這些也是文化部 然後 然後 regration 修法的是NCC 然後設備是 我覺得全部都是NCC 我覺得全部都是NCC 所以NCC如果決定要推個什麼 那 體育署一定會把內容變出來 對 就是 不可能說 體育署說 有一個讓他的賽事更多人參與的方法 他不用 這不可能的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主要還是在NCC上面 而且他獨立體管 獨立判斷 對 因為NCC 在未來的部會分工裡面 他還是去做這種有限資源的建立 那 然後 或者就是 有一些 就是 abuse的情況 他還是要踩煞車 對 那所以煞車都給他踩 對 那但是 就是 產業的 發展啊等等 那可能就書法部 那所以油門專門 書法部踩 但我覺得 書法部 無論如何都會踩油門的 你們不管找不找他都會踩油門的 對 那所以當然還是可以聊一聊 但是重點還是在NCC上 對 我們是希望能看可不可以找到一個跨部配備 可是他要修五光法 為什麼需要跨部配備 沒有 修法是一回事 修法也要靠說 這個實際上實驗的驗證 對 因為有太多的可信心 對 你要走歐洲的模式 走 理解啊 我們要找出來一條台灣的模式 理解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因為現在驗證是合法的 但是要一次實驗各種 就是假設他寫進Release 就是現在草案版本 要實驗各種Configuration 這個畢竟需要一點時間 對 可能需要一年 對 那需要這一年裡面 可是這個 修法也跟著要 伴隨在 這一年裡面你們缺什麼 因為聽起來小規模實驗並不貴啊 如果你可以用甚至WiFi模擬的話 沒有成分可營 對 這個的話可能要去找 公益局或找 對啊 可是我就說他們現有的 project 應該就可以支應了 我們在討論的 金額的幅度 並不是特別大的 我們遇到的困擾就是說 這個題目沒有被列到政策 就不是 priority 對 對 應該說這個 這個題目其實在 在 政府 政府部門 就是說 其實沒有人去討論這個 這個議題 那我們其實有一些 我們的 我們的朋友們其實 他們有試著去 文化部 或者是到 到他 反正就是一些部會去 他們其實聽不懂 那聽不懂之後的結果是 就不會再繼續談下去 那對我們來講 其實我們看到的是說 其他國外 他們其實一直在做測試了 那我們國家其實一直停在這邊 對 可是這個很容易理解 因為對 我們的政治 priority 來講 關於學習權 或健康權 或民主參與 這些是憲法或憲法的那個 修正的那個部分 明定說應該是政府要來做 那所以資源一定全部回來這邊 我們看 5G所謂 越偏向越先進 全部都是在做 呃 不是民主參與 就是學習權 就是健康權的事情 呃 因為明定說 這應該是政府弄嘛 對 那他雪中送炭的事情嘛 對 那這個雖然確實有公益性 可是感覺上 總是一些比較緊張天花的事情 就是 我看球賽不流暢 那 又怎樣 的情況 那這個時候 它當然priority上 一定在比較後面 因為我們要證明一個新技術可行 而它又 還不一定有商模的時候 我們總是先證明說 它有社會影響力 先有大的社會價值 那當然社會價值 按照定義都是這些 大家都要學通送炭的 形狀的東西嘛 對 那所以除非是說 這個場景 Somehow 像當時 呃 就是為什麼 隔空看賽事那麼有意義 就是因為讓大家知道說 防疫做這些事是值得的 對 那所以當時有一個很明確的公共價值 已經到公位的這個地方 但是現在因為逐步解封 它又回到景上天華這個地方 所以 我的意思說 因為當時那個priority 沒有用到 所以現在它又回到 比較不是priority的這個位置來了 對 所以可能就是要找到 某種 而且我現在還想不到 不然我就會講 某種跟這些核心的 學中送炭的東西 能夠扣合的 能夠扣合的 那現在還 有一點點難想到這件事情 嗯 要想到這種場景了 我覺得它比較會 就是移到priority上面 嗯 所以我還是 因為不會去 不過你要拿場景去講 我覺得你現在這種講法 比較難 蠻不樂觀的 我覺得 我覺得可能你要集中在一個 很明確有公共利益 跟那個部會多少有一點關係 的場景上 所以可能就每個部會有不同的 對對對 你不是一下給它六個場景 而是說 你去 好比像說文化部的時候 那 可能就 不知道欸 這個 送電視轉播 或者是 對 或者是說 嗯 對 讓公廣的這個 pipeline 可以 不再收到這些 choke point 可能就要拿最近的那個 澳洲的那套講法來講 對 就是說 這樣子的話 感覺就是那個 功利比較迫切性 因為如果沒有迫切性 那我永遠都可以說 那我等比樣5G嗎 等等 衛星全部都 對 那也是一種podcast 那他只要這樣一講 欸你們又5年過去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要ergency 每個部會的ergency 一定不一樣 然後盡量挑那種 就是雪中送壇的那種類型 像大場域物聯網更新 然後 而且我有看你們白皮書 去年那個白皮書 說這樣子它因為是廣播 而且匿名可見受 所以沒有自安疑慮 那像這樣子的 我如果去跟工業去談 我可能就不會從這個切點 因為那個 by far不是它的priority 對 很有意思的 謝謝 希望能夠從你這邊 獲得一些 有我想一想 我想一想 我反正有你明天嗎 我如果有想到什麼場景的話 隨時跟你說 因為我另外在pikes那邊 是 希望這個把它訂到台灣的標準裡面 啊 ok 所以 這個是 業界就可以做的事情 對對 我們那個是一個 技術室底下 成立的一個業界組織 嗯嗯嗯嗯 好啊 這個如果有什麼 你們想到好的pilot 有什麼我可以幫忙 總組的部 例如像參與測試啊 之類的在跟我講 然後這個跟外交部可能有什麼關係 嗯嗯 如果我們從歐益轉到歐益 啊 對 理解了 就做求給他 理解 理解 因為美國人 上一次我們從 玫瑰轉到歐益的時候 對 他們很奇怪 是是是是 我們這個clean network 又多講他一鬼 這樣 ok 這個也要看 美國clean network 未來要往那個 Napolay 對 我們有 初步有跟AGSC有聯繫 嗯嗯 他們是非常希望台灣能加入 嗯 目前他大概只有南美 南韓 南韓 那現在最近又跟印度前約 嗯 那如果台灣再加進來 夠快的話 好 好 我想一想 我想一想 這個 這個也要看 國務院那邊 現在的priority 裡面 這個放到多重 對 對 因為他們也在改炒萬代 對啊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對 他們2020年開始 發新的製造 這樣 嗯 目瞭解 好 這個我自己做點功課 我去了解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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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再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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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趕快可以 有 沒問題 沒問題 我做點 那電子檔 有電子檔 可以email 你有我email 好 謝謝 這個需要頻寬很少 email還可以處理 謝謝